一款iyou instagram的外幅 内微技协的一款节感环点机406 它的工作长度是406 然后它需要配的是140-180号的托拉机 它需要它配的mdo转度是1000段 然后它需要两组这个夜压的那个 是低压油或压结果 我们要检查这边的悬挂高度是否左右是否匹配 如果左右的悬挂不匹配的话 我们需要调节这个模型 然后这样进行这个旋转 让它进行旋转 我们需要调整PTO的转速到1000转 后速速度1000转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组油口 这是第二组油口 这个是拖拉机的后速出轴 它有大六小六 大八小八 请匹配合适的PTO传动轴 首先我们要拔掉这个 取下这个上下悬挂销 我们取下下悬挂销 这是第二组油口 是第一组油口 就是第一组油口 有什么油口 然后就一块是第二组油口 可以用一个油口 去掉水口 或者是一块油口 你可以用一个油口 并且把这个火销扣上 插上上红销 调节这根拉杆,让这个销销往前收 这台机器一共有两组油压回路 这边是第一组,它是主要负责我们设备的折叠 这边是第二组,它主要负责后面的开盖作业的回路 拔掉这个保护套 同一组油管需要装在同一个回路里面 这个是干手,这个是绿锯 这边是绿锯 刚刚回到过去 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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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人道路 开主 开主 放入冰箱 检查齿融相液味 OK 有柴花 我们再吃不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